哈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期的三国沙视频 本期的视频呢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我自己的视频 第二部分就是所有的投稿 那么我们先开始看 我看这个屏幕比例对不对 先开始看所有的投稿吧 你需要所有的投稿呢 一定要那个路上一定要值得投 一定要值得投 要质量要高 好吗 就一般的 一般的就该正常该赢的 就别投稿了 因为 没什么好说的嘛 你这就元少天风 溜溜的迅哥哥 你这个不首量就赢了吧 都很正常吗 基本上我看这个时长就能 预料到这么一个结果 哎怎么没有事 没有事啊 这期的视频可能时间有点长哦 大家多忍耐一会儿吧 多忍耐一会儿在 因为我的视频要放到后面上 好什么吵啊 这声音 声音响了 看谁也能抵住我这见证 你这不恨正常吗 你这不恨正常吗 这就赢了 哎 这边有个张角 那还不好说 所以 两个头就起 张角聪明一点 这里刚烈应该是自己死了 但是张角为什么不死 这为毛不死 这登岸为毛要屯田 都没懂 这都没懂啊 这都没懂 这个张角为什么要不死 他为毛他妈不死 好气啊 你咱妈张鸟是唯一藏着的一个群雄毒苗 好气啊 如果我是 我是个队友 我怎么很生气的 好尴尬的 他继续射了呗 把张角弄死了 无所谓 因为只只只只只只会掉一滴血气一张牌 还不是特别亏 就不亏的 那张角一定要去死啊 没事啊 没事 因为后面 六七 呃 六七八 一 那都无事 都无事位 对吧 都想不大 但是 这局呢 我只想讲一点就是 你这样讲 你要知道知道就死 对不对 活着是干嘛呢 活着是为何呢 对吧 你这田是为何要囤呢 对吧 这些都是 没有必要的 操作啊 没有必要的操作 玩群雄的时候 当你看到 你的队友在射箭的时候 一定要懂得自杀 懂得自杀 你送给他送两张人头牌 是无所谓的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是 探 探 依序的朋友可以加下 呃 哎我把这些东西都贴出来吧 我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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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信息都贴出来 一去的公会也叫遥善三国杀 有的可以加一加 啊 一去的公会也叫遥善三国杀 然后所有群呢就是 我这也贴在这个屏幕 左下角了 就投稿游箱 直播房间号 有的朋友可能是优酷的观众 想和所有进行 哦想和我进行交流的 直接叫人你可以加下所有群 群主就是我 然后一去的公会就是我 呃会长也是我 是个七级公会啊 等级没有特别高 啊现在公会也不是特别重要吧 那经营经验银两现在也没什么用 拿来 我待会去看一看银两有什么用 看哈 我伤出还看不了啊 我这59分钟 你算了吧 你算了算 下次超过40分钟了 不看 马良将刃 我放下一盘 嗯 主持角呢 就爱你的 哎 我操看不到ID吗 爱你的坏男孩 直接选择了手量 手量可以因为这个张角 然后你还是个假取的吧 还难拿到牌 因为你不手量 如果被顺着张闪的话挺可以的 就是假取这个武将手量还可以 超风比较低 就这个组合这个假取这个武将 很奇怪 就是他其实群群势率还蛮高的在路子里面 有的时候群势率可能比这个微博还高一点 但是路上不抽群啊 手量一个假取一个张角别人也聊不动 你待会挂个加一一个寒冰键也挂起来 这是为什么这么多旁观的 就是bug吧 我们一倍数开始看嘛 一倍数呢 我聊的东西多那么一点 我看其他的这个 主播在做视频的时候好像也是一倍数 两个数啪啪啪太快了 为了说话也说着来不及 前面排在气啊 好像张脚手量 一倍数是长 二十分钟 而关于我这个直播间解封的时间 好像是周五 本周的周五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看了一下 他是先顺的话再看的这个排序还是可以的 对吧 是先他是先先顺的 然后这支笔再看了一百六十七 然后没没表率没有表露 他和一百六十七的这种关系还是不错的 不怕死 就尽管放马过来 但是呢 我建议还是 自己这笔 现在去看一下二号 我觉得是最好的 看一下三号 也是可以的 看一下五号 也是不行的 对吧 自己这笔不要看旁边两侧了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东西 最好的就是看一下二号 因为二号是个四写奖 因为比较远 他没去说八关正师呢 什么人家是啥 张角这个五角的嘲讽还挺高的 我给大家说实话 这贾许的嘲讽不那么高 这张角这个五角嘲讽还挺高的 我自己 我自己在打的时候我也特别不喜欢张角 就特别特别的想去把它压到两个线 让他手上的唇牌少一点 我觉得我自己就是舒服了 自己就是舒服了 126G看了这边的 7号没有动 2号看过6号 其实2号也不应该去看6号 2号应该看一下这边的5号可以更好 我主持角觉得自己掉了状态 然后就强行开弄过 我砍了一下6号 6号是个坏人嘛 对吧 杀他没毛病 是我的话 我这个乱我肯定是不开的 凉血对你来说还是一个 相对来说安全的血线 安全的血线 因为你是一个有霸振的一个假血 对吧 别人想掉你现在比较的难 然后霸振被拆掉了好伤啊 那感觉全场在被针对 2号也在针对你 2号他看过6号 他看过6号然后针对你 哦 难道他好像2号是好6是一伙的 都是位 我觉得只有是位他只能怎么打啊 也不是啊 那怎么办 PV音吗 这个雷阶还挺难选的 其实 是 还没你们还没皮 还没刚好 刚刚没刚那种还好 但这要调动一些了 是我的话 嗯 我可能也会去P2号 因为2号如果 但是2号有个问题知道吗 因为2号是个嗜血匠 就是你去P2号有个存在一个问题 他是一个嗜血匠 你去P他他回合外没有技能的 他他亮不出技能来 比如说你2号你他如果是个三血匠 你看他像一个卫国 你把他P出来之后呢 这边你就知道场上有大卫 他就可以帮你去打卫国 你的压力就会轻那么一点 但是对吧 他这个2号是个四血 但是三血不慢 所以我的话 这个雷基 不好说 我我我大概率不会去P2 我有可能会去P月鹰的 我有可能去P国家都不好说 他只是徐胜我也可能去P 我都有可能 但是P2号的可能性是在我这边 是比较低的 嗯 国家打了一下这个虚拟三血不卖 其实虚拟在那一回合是可以开技能的 我觉得是可以开技能的 这个号被打死 6号是个群雄吧 救了一下 哦他就被热了 这6号像一个群 是个鼠国 那能无切出来了 2刀 2刀把虚拟打死吗 2刀把虚拟打死吗 还有一刀 没有 是一个刘备 6号看过7号 然后2号也看过6号 但是那个打的还是假许的 拆都是八卦阵 那现在还挺难弄的这个局面 说实话 挺难打的 大家太师傻了吧 这 杀的是 刘备嘛 是我的话 我可能把太师傻了 我结果他添斗了 因为我肯定不舍得用这个假 这个加一码去给这个太师傻改兵 所以他肯定是会死 要拿天度了 拿天度的话是一波机会 因为他一个拿蛮放下去 这个鼠柜要着重 哎 月鹰还把这个直播浪给救对了 真的是一个鼠柜 没死 太师这一波天度出来是挺不错的 就等等于说 把全场的全场状态压制了一轮 好 直播浪留了条黑牌给月鹰 但是月鹰只能换个装备过 你应该要要要绕盾吧你 为什么要把他这样 惨喽 还有一个套 继续把这边冰住 我觉得这不应该吧哥 他觉得这个万剑打下去可以收割全场 嗯 我想一想啊 他的万剑打吗 批死国家就赢了 但是没批中 没批中这个闪可以改一改啊 改改一张闪的这批死国家就赢了 天下大事以为我所谓 你怎么还要月鹰去死啊 刚才应该改张闪吧 拿了个连堵在手上 这国家拿了个八国针 漂亮吃了个桃 刚才挺可惜的 如果批死国家就直接获胜了 因为这个月鹰是中兵的一个人吗 哎 主视角回血了很 这个有点伤啊 有点伤 爱你的坏了 这个国家有点伤啊 杀也没出 那你这要被拒了 把月鹰打死也没问题 漂亮 又收了个桃 这里官手残了吧 是啊 他其实应该把月鹰收杀了的 砍他八公子也砍 无所谓的 也好 哎 你怎么把黑桃给换了 你要你要用杀去捅他吗 这国家也不敢打他 也不敢打 就想这样这样就赢了 哦 你换多换一张杀 连弩打他 这不死了吗 你连弩啊 哎 这是什么操作 发生了什么 他刚才不是已经死了吗 没太开口 后来可能你忘了自己挂的 也可以吧 可能是忘了自己挂了 两个杀就打死他了 你让他啪啪啪 如果回到杀起来挺麻烦的 不会打一个国家优势还是蛮明显的 因为他是个虚黄国家 我怎么又在升级 怎么老是在提醒我升级啊 我这个号最近好像没有没有时候在玩了吧 你继续往下看 超过40分钟了 我就不录了 主持角ID又是叫炭啊 刚才那句一个小时我没有给他放 其实第一波牌已经可以了呀 我给他看一下 其实第一波手牌已经不错了呀 这个手牌你还需要什么东西啊 三个杀一个杀你还换啊 这是最好的手牌了呀 没得懂啊 你看你放个蓝盘直接就掉血了 刚才那波牌是你最好的手牌了呀 为什么会换呢 三个杀一个伞最好的手牌 那如果说更好的 三个两杀一伞 然后一个一个加一码 或者一个八卦阵是最好的手牌吧 其实其实对三血降 非卖血降来 非卖血降来 因为讲的话两个蓝盘 两个蓝盘 一个万键 倒不一定是最好的手牌了 你看你直接三血不卖就被压了 你刚才如果是换的最好的手牌 这不会被你点压制的 这很有问题的 你的换手牌换的很不好 不要换闪啊 两个杀一个闪是最好的前期手牌 这个力点就要会一直压制你了 因为很惨的 真的很惨 这真机也很惨啊 没有富家 只能奋力一搏了 但是马上要被194给收了 那这样的话 这边的力点是吗 可能 不会来打主视角 他要转转移注意力了 他的注意力可能要在运行姜维身上 因为运行姜维的强度够高啊 失去连弩这东西 决斗 多余的输出牌 这波牌有点要命啊 你知道吗 你要赌四马了吧 我觉得 这不能让四马洞 又连了 这不死球了 别人救了一下 你这你这什么什么意思啊 怎么你给我偷稿 他看不懂 上次你给我偷稿也是看不懂是什么意思 你这偷稿什么意思啊 有点意思是吧 这个偷稿 那我们看看吧 就是我给你的建议你前前面那两三个杀一个闪 就是最好的前期手牌了 你在4号尾而且 是最好的手牌了呀 你还在换手牌 你想要什么呀 他的这个标题叫可怜的月月一波爆发后 一波爆发后怎么啦 有什么问题吗 愿意打死你 他打他打司马和打你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任何问题啊 可能剩下的是4个无果是吗 但是他打你没事没任何问题的 你不应该去规则于这边的原因 你应该规则于自己领自己的手牌 为什么会换手牌 你知道吗 如果你不换手牌是吗 也不会压制你 懂吗 很多时候我们打国战 这个水友我其实我知道你的性格 我也知道你的特点 你很多时候会把你的输赢归结于队友身上 别人身上其实是不对的 我在我在我在我的直播里面也尽可能强调的是 我不会站在我自己的视角去看待问题 我尽可能的 我尽可能的 我尽可能的站在公正 公正他而且我尽可能站在他的视角里面去看待这个问题 我已经其实已经给你反复讲到强调过很多次了 你不管你发的录像也好 还是你在比赛里面的表现也好 我给你强调过很多次 不要把问题归结于别人 多把问题归结于自己身上 你这个手牌刷的这么不好 最一波最完美手牌你刷掉了之后 你怎么能说你一点有问题 你怎么能说司马有问题 都没有问题 这局都没有任何问题 所有人都没有问题 而你自己有很大的问题 你觉得真机出来有问题吗 真机出来有点问题 司马达你有问题吗 没任何问题 你上去不败 凭什么不压制你 你手牌刷的不好 放满满掉血 对不对 走势脚叫无事无语 你手牌刷的不好 凭什么司马不打你 你就说你就问凭什么司马不打你 你是全场唯一刹血不卖 而且是你是贴着司马的位置 他不打你也不乐你嘛 然后这边运营在启动的时候 他凭什么不打卫国 两个卫国已经亮将了 而且是司马 你点这么一个强力的boss 他不需要去关心暗将是什么 他需要一心一意的把司马打死 对吧 如果暗将里面出现两个属国 是不是属国 如果暗将里面还有其他的群雄 那这局还能打 对不对 他没有任何问题 他自己之别来看你 更没有问题 因为你是医血的一个人 他需要知道你的身份 是不是应该把你收走 如果不是不是一伙的 他是没有义务来保你的 他有多余的输出牌 是不是应该收走你 当然你觉得他应该把二张打死是吗 我觉得不一定 因为很多路人都需要这个人头来持续的爆发 所以说是场上所有人都没有任何问题 而你自己的手牌刷的不好 我们已经讲过了在国战里面 没有人开过挂 没有人有上帝思想不知道暗将是什么 有的时候如果暗将里面 他比如说有居然巧合的情况下 前面一个大国出来了 然后另外一个强将把两个大国 把两个大国同时带走 然后啪啪啪 四个暗将是一会儿的 那就应该暗将赢 有任何问题吗 没有任何问题 这就是一个给你一个惊喜的游戏 我出来一个谁谁谁 对吧 暗将里面谁谁谁 就应该暗将里面谁谁谁赢 难道有任何问题吗 没有 你要把这种观念一定要抛弃掉 多去考虑自身的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那边前面那边手牌就是最好的手牌 灯具刷掉的时候 我有点费解的 因为你是四号位 如果你是一号位 你说你要找装备 也没问题 你是在墨自卫 你觉得多刷掉闪 我觉得也也也也有问题 因为三个杀一个闪就是最好的手牌了 没有最好的手牌 我也找不到最好的手牌 我也找不到最好的手牌 这边郭佳夏侯敦十多张牌 董卓旭打一下大叔 这就是我是不是放过呀 我怎么感觉实陈消失了 他哦他这局里这几局里点我就放过 你这些晚上看的 鬼才啊 主持人还叫鬼才 选了一个 我看一下选择方式 我的话我可能会选 董卓旅布啊 我不会选画头 当然画头旅布也可以吧 画头旅布的单天还 还有点有点强的 就画头旅布的单天还可以的 哎 不要 就三血的话头很多时候打不过 但是四血的话头就有点强 因为他手牌多啊 手牌多 多起来就是你想露出他有点麻烦 而且对吧 他手牌多之后 他每天给自己加血 他也可以把自己的这个血量 他夹到最高对吧 我三血这样 我加了三血就是顶峰 而我四血这样 我可以把他夹到四血 我就一直来来来 始终把自己来成一个四血 那么就能保证自己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和虚报的一个空间 这里这支笔也是没必要去看这三号的呀 我们其实讲过很多次了 你手牌是不一出的呀 你手上留两个头 然后留个闪 然后就这样这支笔就可以过了 现在说你不留闪吧 那啥还是得留 因为那边有个关羽的把链锁 但是这支笔是没标去看的 诶 这里为什么会选择掉血啊 这里没看懂 你为什么会掉这一滴血 这桃都可以把自己来回来是吧 啊 那你在打什么呀 没太看懂了 这没太看懂 真的没太看懂 这轮我没太看懂 这轮我没太看懂 这为什么要亮将 为什么要打张飞 我都没看懂 因为三号和四号都不是数啊 你打张飞干嘛呀 这边祝他要弄你了 这还好没管你 还好就说你打是按照 我这亮亮的很不好 啊 你到底在干嘛呀 你平时看我直播吗 有点奇怪答的 就有几个点我没太明白 就是你 你如果在看我直播的话 你可以 我放视频的时候 或者你哪天看我直播的时候 你可以给我解释一下 就是你为什么这里要亮女步 你为什么要打张飞 就这是我第一个点特别会解的 你刚才放了个栏码 你为什么不出杀 为什么要掉血啊 你这里又为什么要火攻三号呢 就就就 就这几个点我都没懂 还好你这还好 关于主角没理你 他如果有兴趣打你的话 你就很难受的 你必须得前期亮出话头回血了 我还好他这关于主角 他这鸭子暗 你咱打的是曹操 打你的话就难受了 所以说你做一个话陀的情况下 一个视线的旅步是没有任何道理要亮将的 而且没有任何道理更没有道理去打张飞目惑 我的直播呢 嗯 嗯 我可能会讲一些我不太我不太理解的一些观点啊 希望大家 嗯 投稿的朋友有个心理准备 有个心理准备 有个心理准备 你既然 嗯 知道那边有可能寻遇是个位 那你为什么去打张飞呢 对不对 你如果你觉得这边寻遇是个位的情况下 你为什么去打张飞 这里如果孙坚被打死了就麻烦了这局 啊 你把救了一下 得救不救就输了 你和你让孙坚和这个暗价或者是数个玩意儿 完了看戏就行了 你画头这么拼干嘛 好亏好亏的 那给自己来吧 啊 你在干嘛呢 哦 你要和这边孙坚配合了是吗 可以这波倒可以 孙坚要和你配合 孙坚给你补了一波牌 不赚的 一张牌补一换了三张牌 不错 那现在这个孙坚给主是要补了低队牌子 主要是死不了了 很难受 很难受很难受很难受 反过蓝蛮吸了一下 你为什么老是在掉血呀 你这种话头玩这个卖鞋这样吗 我觉得不太好啊 你这话头老是在卖鞋是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卖鞋呢 你玩话头 你上轮放蓝蛮是为什么要卖鞋 这里为什么你要卖鞋 卖鞋干嘛 还好朝上没有持续的输出 如果有张蓝蛮把这边瞬间放死了 再搞一个什么 把这关鞋给打成了 你还挺挺伤的 这 然后但是关也会写了 这个乐可能也关出来了 那继续要给周菜补吗 你得给自己补了呀 用张什么牌 火风给自己补了 瞬间会继续可以继续送牌吗 没有送 然后准备击杀雪鞋 但是没有杀 这个卖鞋有点难了 因为这个瞬间周泰这个排差 他们受不了 而且加上一个华佗的情况下 这瞬间也很难死 关羽也很难死 这续除 哎呀很难打了 裸烟这个主持续应该会救 那其实这局打成这样的话 还好了是他们装的都不好 你知道吗 看有一有有没有一波的机会 看怎么打 说说五六戒 其实打到这会儿 我都不知道怎么打你知道吗 很多朋友会问我 你打成这样 就是很多局都说你该怎么打 其实我都不知道 我只会看啊 我看看情况 你要说 告诉我怎么打 我也不太知道怎么打 比如这会儿 打死群玉 有什么有什么收益吧 也没有 因为你现在是个场上 嘲讽最高的那个人了 但是我觉得瞬间周泰大哥 也不会来针对你 因为他可能会送你赢了 最怕 因为他的命是你救回来的 就讲人情来讲嘛 对吧 而且那一轮 你给他救了一下 你还给他补役了一次 他他肯定不会来帮你 就瞬间周泰在这块里面 你放心了 现在看这个关羽资格亮 会选择怎么弄 他要弄死周泰吗 对 弄死周泰 又有话头 这话头会救这个周泰 没戏了真的 要输了 应该是瞬间周泰送 送话头 等于说 一个 以怨报德 对吧 以德报怨 也不容易说吧 执恩图报 总权相报的一个 瞬间周泰 应该会送主持者 等于说 不战而群之力 这也是国战那种打法和思路 也是可行的 他不可能来帮你 我是周泰瞬间 我也不会去帮 我也会说 就是 这局呢 我觉得用来做视频还是很不错的 打成这个局面的时候 我觉得大概率瞬间周泰是会受主持者赶赢的 我这也没必要去杀他 把这个潮他打死了 因为两个卫国要瞬间周泰的命啊 其实打完这会儿我如果去用复盘的话 我会给大家讲的更精细一点 就是 嗯 嗯 这样潮潮了事 我倒是没有给大家完整复盘 就是瞬间周泰这局也有机会 呃 魏国也有机会 走势角也有机会 但是打成了一个 走势角赢的一个局面 中间可能有些环节 有问题 所以说我想回放一下 因为这局还有值得给他做视频的和做录像的一个价值你知道吗 给大家看一看吧 大家如果白看了就可以快进个五分钟 但是我觉得这局有很多点可以给大家分享 我能讲出很多点了 我前面还在不太理解主持角的一些打法 整个大水冲了龙王庙啊 那这局为什么去忙这个一号 一号消费者里呢 最后三局是我打的 这局录像真的有很 呃有做视频的一个 提高的一个价值 主持角前面有些 小小问题 就是他记之笔啊或者出来打人啊都不是那么的好 哦对对对 后来我知道他为什么要打打打那边去 因为他看回他 所以说我觉得我要回放一下 我就不太懂了 为什么要去打三号 那你看到三号是一个未过的情况下 这两个两个两个数 可能就没必要去打了 这边一个 一个 可能是张飞搞了那一下吧 跟张飞搞一下不开心是吧 哦 瞬间就打这边周虞了 我觉得瞬间打周虞没任何问题 哦 但是周虞还是在还是在正常打 我觉得瞬间打周虞没毛病 你一个周虞弩输了你在忙嗜血 你闹哪样 对吧 我们其实前面已经讲过了 你忙居忙居山一些这样吗 有什么忙居是逮着一个嗜血这样猛吹猛倒的 就是任何情况下你是位你是或者你想浪你是书想啊 你也不可能 麻的两个周虞去打着一个三血的 打着一个瞬间一直打 瞬间好遭重啊 这局 就瞬间这里去打 打这边我是没太看懂 然后张飞一个小毛把鲁树收走 哦 瞬间这局很难赢 因为他前面已经撞他被打残了 这周虞已经被打出来了 这里瞬间一定 这里瞬间 嗯 一定要把周虞亮出来 不能长周虞啊 一定要亮啊 一定要亮周虞 不能长 哦他还好他贴度了 但是我建议你一定要把周虞亮出来 那主持久后来打三号三 三号我我明白了 因为他看过 但是你不应该去打默祸 关于答案这样也没问题 关于没有找主持小时刻 但他为什么去顺这个珠雪雨扇呢 嗯 挺无聊的一个人 你觉得孟虎还能保啊 还能还能活啊 主持小一个不开心就把孟虎给收了 哦 虚非很狗 我就我继续火工的 哎没火我都让你算了 这边瞬间一定要亮周太啊 一定要亮周太 不亮周太 我我我为什么要给他复盘一下 周太一定要早亮 特别是你已经没有队友的情况下 你不要帮队友别扛刀 比如说这边张飞可能去决斗 他可能去决斗这边156 对不对 你亮出周太来张飞觉得你的用就小了 什么周太呀 董卓呀 一定要及早的亮出来降嘲讽 你不亮别人会打你的 会把你打死的 觉得能击杀你就击杀你 然后你亮出这边别人觉得打不掉你 那怎么办 就打你 然后这边的 哦 这边变成一个群众局是这样来的 这边曹操有选择的区 去打周太 那周太移不了了 只能送 那这局变成群众局理所当然 如果咱们是站在这个旅部的话头 这个这里的话 给孙坚就孙坚 然后给孙坚补击 你都是很不错的 因为你基本上能收买这个人 对吧 救人一命 盛造七级浮屠 大家好好去查一下这点 这句话代表了什么 救人一命 盛造七级浮屠 你在这里再给孙坚补一下 这边孙坚 周太这个人 你就拿下了 但是呢 你不要给他补到 给他补到什么 衣补区 或者给他把血补去给顶了 你就保持他一个三不去的状态 就一直 把这个人收买 收买 主持人可能觉得这边一张红牌不保险 可能救不下来关羽 说是留了两个红牌 准备保了 这位关羽也很难很难搞 有个话图的情况下这边孙坚 周太太是关不死的 给自己加个血吧 打成这样组织小姐的概率很很高了 你把孙坚周太这么一个强力的盟友拿下 拿下啊 他们继续打孙坚周太 孙坚周太就继续受 就变成一个死循环 这边卫国鼠国 基本上就赢不了了 由现在的现在变成什么局了 变成一个熊玉 一直在在打瞬间 然后曹操呢也没有刀 就一直杀关羽 说话图满了一些 满了一些的情况下 这边周太还占话图的队 你说关羽怎么赢 你说曹操怎么赢 也没办法赢 所以说吕布话图这几手 还是打得很不错的 是我的话 你说我能不能赢这一盘 我都很难讲 我肯定会救 我肯定会救周太 但是我会给他补役吗 可能不会 但是就是因为 因为主持角给的 不但救了他 还给他补役了一下 那就变成了一个 对吧 刘华特随便赢的局 这下在这边 瞬间战队怎么输 然后祝格亮的关系也不能空城 如果这局有机会的话 这个关羽 祝格亮稍微多活一会儿 说不定有点机会 但是面对 面对一个这个有无双的一个旅行 他不能空城的话很难活 大家觉得这局怎么样 我觉得这局很不错 因为很多局一个话坨相应 不是那么容易的 而这局的话坨里不做到了 做到了能赢 对吧 当然也有些 既然巧合的一些情况 就是关羽的状态时间 他的状态一直被这边潮潮压的很残 起不来状态 主持角离两个卫国的距离比较远 然后两个卫国没有长距离 一个巡运 只能去杀周泰 一个潮潮只能杀 杀关羽 那两个人 两个人都他把只能打卫国 那主持角离他们比较远 手拍也比较多 然后时不时这边周泰给他补一波就赢了 好吧 我继续往下看 还有两群所有 然后再做我自己的视频 我我为什么回看 有的时候会回放呢 因为我的我需要的投稿 是我第一次看 我觉得我没讲到位的 我就想回放一下 大家不要吐槽啊 不要吐槽 因为主播不是特别专业 做视频呢 对吧 讲解不到位就回看 回放 耽搁我们时间 大家体谈一下 我的时间不是那么的充裕 不是那么的充裕 我比如说我要前前面 我再看一次筛选一次 那时间太长了 耗费我的时间太多了 小费零点 主持角的ID叫66的训绕 66的训绕哥哥 这里为国要赢了呀 躺赢吧你叫 把蓝麦树本来去放 这里下午都还是不应该去钢链里点的 真的 这零点妈的掉的一血还玩个鸡吧 这零点零是核心 零点潮比是核心无价 你让他一直卖 你让他卖的一血很不安全的 你知道主持角是什么国际吗 你知道四号是什么国际吗 所以这里下午端下午端下午端去钢链巢 相当的不应该 你知道四号是啥吗 你知道主持角是啥吗 你掉核心的状态 他这里翻也只能把四号或者是把主持角的一个其中一个人翻了 我 我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我来吧 车里翻了翻了一轮没问题 也得找找找找基本拍宝炒批了 哦 但是幕后 之后没有 那栏蛮被 哦 他不敢放他卡住了 关于卡住他的栏蛮 你打这会儿就赢了呀 你这视频为什么给我 有有任何问题吗 难道不应该赢吗 没太懂 下次这个视频就别脱保了 我只是想我只是觉得这个下午端下午端打得非常有问题 打的真的很有问题 这是本王最后的仁慈 现在走不要去掉核心的状态 这里潮皮里点其实可以不用翻人也不要去翻下蹲 谁都谁都可以不翻了 无奈儒雅之事 不需与诸将争功 你不能去掉成里点潮皮的核心的状态 刚才这个潮皮里点如果掉了一血孙权如果抢动 里点潮皮就直接被打死了 当然他大概就会翻到这边的顺权 这赢的毫不悬念呀 怎么输啊 你点潮皮打得很很不错 这边热相当人打得很差 怎么还在连潮皮啊到底要干嘛 现在走 是你最好的血 我觉得 徐晃和这边的夏侯 打的都有问题 这不要去卖队友的血了呀 不要去掉队友的血呀 很不好的 很不好的 虽然这局赢了 夏侯 可能要翻人吧 但是你有两个乐不思数吧 但是怕乐不思数天对我 嗯 也还行吧 能翻掉这边那么多 对吧乐不思数也不保险 但是夏侯敦我建议就不要去打进去 就不要去刚烈 刚烈 潮皮 妈的有病啊 我的这种路人太多了 我就忍不住要爆出口就知道了 这种路人太多了 他我们奇妙去掉核心的状态 我在前面的一期所有的视频 已经讲过很多时候为过崩盘 就是他们一直去卖核心的血 我操 很不好很不好的 不要去卖核心状 核心无价的血 什么邓爱国家呀 国家争计呀 你点潮批呀 有头有有资本的时候 你可以去翻翻人卖卖 如果你常常连 连他妈 你都不知道这局有几个位都 去卖核心的状态不太好 你待会自己 比如说你那个潮潮你自己死了之后 你知道如果让核心人活着 他还是带着躺赢 但是你把核心的状态压残了 你觉得你有能力去带他躺赢吗 我觉得比较悬 对吧 你把核心状态压 提论你自己一个白板 或者你个人相对薄弱的情况下 你想带他也 你有这个能力吗 对吧 你实际上你是一个比较 你偏偏弱的一个卫国 你的爆发能力不够 然后卫国操纵也相当的高 你存活下去的 这个希望也表表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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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要不然上个位 他还是盲区守剑的人 但是我们也讲了对吧 你是卫国嗜血 卫国不要这么打 我觉得这个二号真的很像一个卫国 你要亮 你就手亮出来盲真姬 你不要按着去打真姬 真的 哦 打死了一个文丑鲁布 这文丑鲁布也是挺奇怪的手键 哦 哦 这个对卫经济 但是你把连鲁留着 他留着没没多大问题啊 因为他很多时候会落到一波牌爆发的 闪电 主视角的ID叫溜溜的熏哥哥 就上局那局你就别偷搞了 很正常的 啊 这局看有了两点 嗯 吃个酒鲨 哦 三位 是位甚至有可能是 别吃头啊 你宝要 你这寻语别吃头啊 哪里走 哦 还好 这就回血了 哦 这个Licky Licky是我的 我媳妇啊 这是邱逸同学 啊 不对啊 三七 哦 三七八区 这三七八区不是一区啊 这是一区的朋友 哦 原来不是 不错 要动了 看这个局面想你还不是那么那么容易 看他把连弩能不能拿到 九三十锤没有属性杀 看个朋友没血继续找水龙杀 最好的情况是能把连弩都会找的 看连弩一波能不能直接偷穿 来个代劳 嗯 嗯 很多杀 很多杀 这徐为什么要偷管啊 哦 觉得是死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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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还不太好用 嗯 误会也不是吃树的 误会也不是吃树的 这个大墙 有第二张杀吗 没有 这有无限吧 没有 他出来了也没有地步空间 但是他出来之后能乐一乐很重要的 他如果有两张杀杀方便 方便乐一下 如果有机会 特别是要把主事角乐住 好弱呀这个 我 我 这个万剑 很欢喜啊 月鹰看到很欢喜 这个万剑 真的特别开心 这一个万剑下去 就鲁树大墙 和针基同时出局 好开心好开心 这个万剑真的 赢了 这个万剑下去真的赢了 那小小得是个什么呀 得是个周鱼 他只能掏出最强的就是周鱼 而且能得把主事角乐住 保不下大桥 好伤 哇真的很伤伤 这个万剑是很很漂亮的 这个万剑 很漂亮 这边 因为这边点回肯定 对吧 拿闪电打了个游戏 点回可能要强袭 他可能要强袭 带着大桥的 所以说他放这个万剑 大桥保不了 桃一个桃能保吗 这鱼神肯定也有一个桃 打不屑 你可以吧 流口9 待会9杀 肯定死了呀 但这样基本上要赢了 我看一下啊 现在最问题的难点是个 这是大桥 周鱼还小桥周鱼还挺强的 哎呀这里是最上最上手牌是什么呀 这个冰为什么不冰一下呢 奇怪 最上手牌是个啥呀 而能受死 我就是在咕咕的叫 还好死了 明兵也行嘛 还被打死这门帐户 但是留下了一个不得了的预音 这个人直接叫做人 太恐怖了 这我看直接就要奠点盛局 哪怕还是个男主将周鱼 这个孙剑打谁呀 打周鱼吗 打孙剑他就卖血了 你还敢弹 我操 我真是不怕死啊 你还敢弹越烟 还好这边孙剑哪给这个小巷补牌啊 露出天度 拆什么拆了个加一 我觉得你拆下使用剑吧 这使用剑好恐怖 越阴了使用剑 现在打了使用剑 我觉得这可以打继续打就是 狗贼 敞开无骨 没无蟹的 给他们拿了个 诶 周鱼掉线了吗 我这赢的就没意思了 这就没意思了 哦 小小火 你回来了 是我的话我还是可能会去打这一 这鱼在干嘛呀 奶奶又来了 你终于在干什么呀 我回来了 所以不是打了两个 如果只剩 只是一滴血了 这为什么不给周鱼排 你还在帮运过牌 瞬间不信任这个周鱼了 这还是应该给周鱼补牌的 你给他你把牌相对再给运过牌 比如说他手上没有牌对吧 给过一张紧张牌 但是要我们的命的 啊 这在干嘛呢 有点崩溃啊 这两个 有乐 也没有啊 自己了 谈都不敢谈 直接排 替我倒着 瞬间要命啊 哎 一成一张啥也挺厉害的 那继续给小小周鱼补 哎呦 你这妈是在送牌啊真的 给周鱼小小补啊 哎呀 这瞬间不太会玩啊 这一定要给周鱼小小补 不让他撑状态的 这叭叭了什么 这是晕 你的江东师再给他过 紧张牌 瞬八卦这 好伤 物章决斗 这决斗要你的命了 还挺多了 所以一定要 一定要给周鱼做一个牌 看 还在讨论什么五六都很天odu 都要说了 一定要给小小鱼住一个圆 补 补 一定要给他补 不能扒的 这是悦音 你怎么能给他扒牌啊 你想赢的话 必须得给小小注意撑状态 但是一个悦音官也不怕小小小躺的 根本就不熟 躺我就继续 你继续给我补 你给我补牌 我就更多的几张牌 我就拍死了 撑血了 哦 撑到三线 不熟 根本不熟 就撑犬打他 这都用不了 始终是不顺持熊剑 这个持熊剑真的太厉害了 搞清楚状况没有啊 这个小小 这持熊剑要你的命 这两个如果讲到你二打一的时候是不太会输的 我觉得很有问题 这两个水分不太够 准备熊剑都不换 感叹我吗 就问你 哈哈哈哈 哎 腾甲挺厉害的 这要拆冲键了 我说我还更恐怖的一把寒冰剑 来了一个火沙 应该的寒冰 腾甲也寒冰 减一码吗 是我的话可能会还没手牌 也被他顺走了 假装你这两个五国在二打一的时候 如果时间是补牌的情况下 我觉得不太会输 我觉得不太会输的 打不过小子终于打不过关于运 关于运太厉害了 关于运运太厉害了 一波就打到你苦不堪言 砍他 你贪我就给我补锦阳排 你看 你给我补锁 我弄死你 打不过的小子终于是聊不动这个 这个人的 下轮个酒他就要他命了 没单运气好又添多了 哎 闪电 闪电有点机会 但是完全不慌 太厉害了 这个真的 再把他冰住 我下轮再给你打个酒杀 你赖我喝 我不信你每轮冰都能出来 小小子终于已经蒙逼了 偷翔了 九杀都可以 看儿男 他标卖手 他要补 你弹我就给我补锦 然后排名就会死的 这里的瞬间取胜如果给小超补牌的话 我觉得不太会输 真的不太会输 算还很强 算运很强 好吧 我看我们开始看我自己的视频 第一局选了一个这个方法 其实我个人更喜欢 周于顺策一点 当时可能是因为当时查了很多局员上有点没得怕了就选了一个数个方法 所以说他留牌呢 气头没办法了 手上得留一张黑 那气头的话这件真机就可以来猜我了 其实啊 对吧我就大个理不是卫国 常猜 还有个冲键 但是半截真机磨工大呀 半截的卫国都是磨工大 我不知道我我经常提的这个概念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 有很多朋友会告诉我对吧 打国战肯定是先亮半截而再亮半截 就是一个层次感 需要一个层次对吧 我当时再亮一个将给别人一个惊喜 但是我一般会是没有那种战美价值 比如说张小娃什么独菜啊 我独菜也没有比较差 都什么太厚了这种比较 我觉得都可以直接双亮的 我觉得都可以直接双亮的 我必要常用个半截 没有意思 我是这样做的 哦这是我打的吗 哈哈 有点烦过来 我已经开了个代劳 我没有打无戏 那肯定现在就要拼命了吗 我可能旁桶都准备亮吧 大概还是会亮黄桶吧 我也可能不亮啊 这很难讲 但是薰衣把他的这个腾脚扔掉的时候 我就 给薰衣拍个无限 别让动 决动一下 装 没无限了 打这会儿被我还是挺强盛的 我直接双亮了 我一般不太会长 这样 打这边的这个谁灌他 留一张黑 他没关系一张黑的头 这边一个落骨 这里点可能会死的 这边甲学会乱了吗 没有 没关系 死不了了 因为8号砍他一刀 对吧 我给他补一刀 他大概是会死的 他手上只有一张牌吗 两死 这里甲学被乱火 这个月经可能会火 我们一般在面临大火的时候 我们都提倡不要尝 副超乎一刀 董涛 周泰 蔡公鸡 董卓 金掌的亮着 灯盖也不亮着 没有酱吗 曾祺已经亮出夏侯敦了 你也没有酱吗 揪一下吧 拍个长话 拍个长话 他把万剑给扔了 你扔了万剑的话 这打不死了呀 勒不死鼠也没有用 9也没有用 诶 徐宇有点招中了 徐宇 你也考虑到叛炒了前提下 你还是勒不死鼠先用不用 勒不死鼠啊 9啊用不用的 而且我这万剑被扔了 这边有点被热了 那我这局机会还蛮大的 虽然我是个独毛 但是我是个 6滴血带8针的一个 胖筒 谁聊得动 铁锁连环和我承受了一下 其实我因为我是个胖筒嘛 对吧 找铁锁的能力比较强 我下面找的那种铁锁连环还是可以联 铁锁连环其实在这个队局 还是有必要留着这一张派 待会儿你可能会通过铁锁连环传导 搞大伤害 甚至来说捆绑自己好多 他们会吃菜吗 这边灯啊 煮酱盒子啊 怎么没有酱啊 很着急啊 我是我是卫国 我这里是特别着急啊 对吧 你酱呢 大概是个超人了吧 看起来 亮不出来 但是这个超人也得给对我一个 民事 然后这里不来还可以 我是个翻面的超人 我能翻回来 对吧 我超人藏着也是有架子的 我能骗他的贝哥啊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肯定可能会说 对吧 你如果是个主将超人 那我们就不会 主将那样我们就不会玩的这么难受了 其实不是的 不是的 你主将跟爱超人 我觉得你也不好迎接 不来儒雅之事 不需与诸将争功 最关键是那能徐玉 没有把这边的士兵干死 很伤啊 为啥把万剑留 人老漏是说酒都没有用 好 哎呀 要巧得吃菜吗 毒菜死了 那岂不是我的天下 因为毒菜死了之后 这边群雄和鬼不还能打一会儿 重新方可努力 现在的问题的点在于什么呢 在于这个增济效果中和灯亮的状态还比较满啊 所以我待会可能要考虑去压下这个预定的状态 即使贾曲可能会放弄我 我可能还是想去打一下这边的 一点 不要因为这个这是个核心武将 他有的时候一波恐怖的爆发刷牌 受不了 我不想给他刷牌 队友有没有给他刷 超人刷了一张 但是董哲又能 又能他妈的恨真了 这董哲又能恨真了 一点还能干嘛 杀也出过了 那乐就乐的不对 对吧 这一定要乐懂拙呀 你这 你这乐庞德 就玩个 玩个毛啊 我那是考虑了会儿 其实这张无蟹可以重铸一下的这个国不鞋 但是我想了会儿想留 于是他国不鞋嘛 对吧 因为这里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 然后我去砍这边一刀 然后夹起乱舞 我可能会直接裂盘 甚至来掉血的 我不想让他说 我逼着他开乱舞 至少 灯爱 我如果他 我这里为什么打了这么无蟹啊 我给大家讲一点事 就是我希望贾许 呃 他这里这轮可能要放乱舞了 我希望这边灯爱去吃菜啊 去 去乱舞的时候把这边的 拆不去打死 然后直接死了 然后这边庞德呢 再帮我把这个离点给解决 我这局我的主意算法就是 为什么这个国不鞋要打 但是那个国不鞋 那张无蟹我也没有重铸 因为重铸的话有可能找到这张 有可能找到的是一张红牌 然后我这边出了张杀去打离点的时候 这个假许乱舞可能 我的状态肯定会掉的 对吧 我已经没有杀了 那国不鞋我没有 没有没有 没舍得 没舍得重铸 没舍得重铸 毕竟是张黑牌 而且是张国不鞋 我这里乱舞的时候 就把我国不鞋强拍 然后这边 邓海顺理成章的 杀掉蔡文杰 然后这边 李典爷顺理成章 被这边 魂仇给收走 那么伏笔就来了 他这张乐不是属 我没有去乐这边董卓 董卓能把这边乐解出来 那就变成一个 我大概能赢的局了 对吧 为什么呢 杀文杰死了 李典死了 李典 而且是死在这边 文仇的手上的 那么文仇一波双雄的话 就极有可能 怕双雄就把这边的 真机后者 邓海直接打死 那我的赢面就很高 我就可能会变成一个 和这个董卓单挑的局 就这局其实 刚才我这轮的处理方式呢 还是有有点细节 就是我为什么去杀李典 为什么这边 杀文就送了 我会打个国物蟹 为什么国物蟹 这张场上没有重铸 我觉得他大概就会乱舞的情况下 我那张杀也是没有留的 这张人头 我就想让这个董卓去 让这个庞德去收 他乱舞的时候 我特别想这个李典人头 让文仇收掉 因为这边董卓能解除这个洛卓去 他能帮我打过弓 对不对 他觉得我的吧 我可能黑牌嘛 人前有两条面 还有9 他觉得觉得打不死 我他就打的是超人 好 看看有没有最后一个角度 漂亮 他就黑杀一下神龙盾 那我这里可能要选择直接9杀 我当时考了一会儿了 9杀这边方格 因为他去决斗的时候 手上可能没有闪了 因为他的 当时是红牌是决斗了 他红牌是决斗 他的闪都用来决斗了 所以他大概手上是黑牌 我就可以直接对吧 完成击杀 然后再用一个火弓 把这根超人收走 就进入了一个 和一个萌萌的 一个主要挪拙的单条 对吧 我只要一血 你就一直会崩坏 待会儿会崩到一血 你会待会儿崩到一血 都可能 崩到两个血嘛 不才知道 你就会一直帮 你就稳超胜券 这决斗还是有点细节 虽然看起来 好像有点顺劲成章 但是有的决断的时候 还是有 比如说我在 是双量的 对吧 没有长篷跑 然后呢 去压一下李典的状态 然后留了张国布蟹 然后让蔡文基自杀 然后这边温丑 很巧的又把这边 李典的人头收走 收走之后呢 这边抖着很 对吧 前面一个乐不是属伏笔 顺掉了这边的一个 温丑的乐 温丑打一个风 你就可以赢了 其实 其实这边李典 如果那个乐 没乐吃的话 他如果乐的等着 那这边还是挺难办的 因为会留下一个满血的 一个超胜 和一个满血的真击 很难处理 对吧 依靠我去处理比较难 而通过文丑去处理的话 就相当于说比较简单 他去打真击的时候 还会顶着钢类去打的 所以我们就完成了一局 旁统智可亮的毒苗获胜 他这样就没细唱了吧 我在火供那下 用这红牌去火供 大概的时候是这样 防御牌上闪 如果不是对吧 没事 我们铁手两环重铸 找到上 这就带走 变废为宝 对吧 那谁 他怎么就 9就是交费 然后保是张什么牌 保是张杀 就变废为宝 完成了一局 独乱获胜 再往下看 好 这局是一个孙策 瞬间啊 上阵复制兵 这期的视频时间还是可能蛮长的 我的视频还是一倍数吧 大家多聊一会 这边一个孙权陆穴 我视频也是 其实 时间有个长了 忘了 我在打的时候可能讲解的也不是特别好 就是忘了 当时发生了什么 其实都大概率都已经忘了 包括暗像是啥 没印象了 哎别打我呀陆穴 哦 再打一下那边 他打一下那边 很浪啊 会舒小 哦 打一招 是个超P 这还不是特别可以 因为这小小放了两张牌出来吗 放了一张 放两张 忘了 不是补了两张牌吧 这个还不特别可以是很老实张牌 嗯 就我我我的视频呢 主要会给大家讲一些 我出牌或者我亮将 或者我打人的一些想法 啊 这我肯定就不亮嘛 因为 对吧 这孙权是舒小 谁谁愿意和舒小的方队 是 我不愿意和舒小的方队 我还是比较喜欢火树这种队 爱干嘛干嘛 你随便闹 你随便你表演 你随便你表演啊 无缘组随便表演 山东无缘组 你爱咋爱干嘛干嘛 反正你的观众开心 你的队友可能就不大么开心了 大家看的时候 我比较长一点知道 我是个舒小黑 我个人还是偏向于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个 菜刀和火树的方队一点 就正常打 正常一点 别他妈打得像神经病一样 我觉得赢还是 还是一个大前提 我觉得什么BB 我觉得BBD啊 火树啊 菜刀啊 都在老老实实教别人怎么赢 而舒小在教别人怎么输 这边郭家超批呢 拿着一把连弩就开始捅了 反正上也不慢 我打你没问题啊 打死了谁谁谁谁谁 哎 打死了一个天风周神 可能大家觉得我在这边 他们其他主播不太好 还好的就是我是个小主播 反正别人也不怎么关注 对吧 关注了我就 我就上这门了 反正我就只黑舒小 我不黑其他人 我在直播里面也是经常黑舒小 反正是第一台主播 我个人真的不太喜欢舒小 我是表达我的 我表达我的情绪比较直接 我个人真的很讨厌舒小 好菜的 真的好菜好菜 你你你抛弃他 抛弃他浪那种打法来讲 我觉得他打的真的很不好 很菜的 我看过他几次直播 而且我只看过他几次 不超过两个小时 他打了四五拍 我都很不满意 抛弃他的打法来 他的排序 包括 都是有没有问题的 我以前 我还给他洗白 很多朋友说 因为我的直播间里面 有一些 观众会说舒小打得不好 我觉得我就不会 对吧 他是个大主播的情况下 我对他打法很浪 应该是不会出现什么排序 或者思路上的问题的 后来我 后来我有控制 我就看瞄了一些 瞄了瞄了几次直播 真的很菜 真的很菜 很菜的 我相信很多 很多的同行 包括战区的同行 都会觉得舒小很吃个菜币的 这边我就不动 我就不亮 干爱干嘛干嘛去打一波 然后在黄中 这里不要去打四号 这里不要去 因为四号去打过我们的鲁区 看起来像一个位 但是呢 我们如果 如果这边四号这个卫国 那么是卫国卫国 那就是卫国就赢了 对不对 这局就没必要再进行了 就是说我们不要 也不要去打位 不要去打四号 如果我去打四号的话 黄中可能大概会打 我就变成一个宋卫局了 就我们还是不要无脑的鸭子 按下 我也没亮 我们再搞一会 这边小球是个二张还挺不错的 随便好像国家被漏了吗 扔了好多块给他 我是 下次还是别别黑别人了 别黑别人不太好 这边是有钱 他没去顺联弩啊 顺了一下手牌 这是为什么呀 你手上这么多牌十张牌 你这么多杀 你看 有张杀是吧 一个兵是不是个杀 你直接捅穿了这波 但是他觉得 打死路线打不到我吧 你觉得杀不够 你不会呀 刚才已经逼了一张杀出去 你还有蓝蛮还可以刷牌呢 有一口酒 不太烦了 不太烦了 我这里选择可能要卖一滴鞋了 嗯 有个国蟹 保了一下 保了一下 你让潮潮细细吧 让潮潮细细 这个国蟹只得潮皮一拍 你觉得怎么样 你看你说还有傻的 但没有顺联弩啊 顺联弩只是真疼穿了 陆俊好像活着也没什么 那我这会儿 可能要把黄中给拆出来 让他继续打光啊 刚才你的表现还是挺满意的嘛 也不亮 不亮 刚才表现还是挺优秀的嘛 对吧 你黄中都这么厉害 那你主将战量的张飞 那岂不更更利天 我让你收全场 我给你个机会 结果是个无言 那还可以 那尊敬弊和摸了两张牌 又去打一下国家 我觉得打国家啊 没问题 我挺喜欢他打国家的 这个核心无价啊 必须得揍 揍起来 哎 想要被热了 好伤 顺了一下 起立功 你为什么要顺起立功啊 这挺奇怪的 顺手牌要回血啊 哥们 所以就打得很不好了 你要顺无言的手牌回血 但是无言手牌可能有逃到概率 也不高吧 但是这里一定要回血 你不要去收这个孙权 这孙权是个死人 你管他干嘛 你朝朝雨时 马上这个离点有距离 你把连路留着吧 我觉得 顺一下手牌 真具能回到两个血 你这不回血好难受的 那打到这轮的话 我可能会选择亮将了 因为这边国家 如果离点回血的话 我可能不料 如果离点没回血 我这里就要放个蓝蛮收拾了 在离点有个藤甲 他换不换 他藤甲有个冰出来 哦 很不错 他冰出来了 冰出来了 又剪 给他顾着一张闪或者雾峰灯吗 顾着蓝蛮回去 离点蓝蛮不敢放 那我就直接给小乔阴魂一下 然后要放蓝蛮了 还要放蓝蛮 还要放蓝蛮 放蓝蛮 考虑一下吧 现在先不顺 看能不能收 我觉得大概能收走了 很不错 这边国家 我这个蓝蛮放出来呢 我的套路就是 国家帮我翻轮这边的威严 对吧 他怪他们觉得三公里都能打 这边朝说明还有四个逃的 但是有可能朝上一个逃的秒 对吧 一个替我挡着 我就要收成头 然后这边蓝蛮就死了 街道 嗯 这里 这里 啊 接手毛也没多大问题吗 其实这个街道也可以去再接下小乔 但这边他没有 因为潮比手上肯定是有很多闪的 这蓝蛮肯定有闪 他自己手上有闪 然后我也没去顺着这边青空剑去捅他 这刀 我觉得这把热解出来还是有必要的 因为这小乔十五张牌要行动 嗯 虽然他有天度的可能 对吧 但是这边国家被热做 然后再一只英雷牌 这边小乔二十张牌启动 他的启动还是很必要的 这边好 朝说已经 吃了痣了 已经 吃了痣了 上帝不信神 上帝已经慌了 好 这个利点死了 这二十张二十张牌的一个小乔二张 顺 顺掉了可能是一口酒 因为刚才国家被热做一个 这一只笔重铸 因为牌序还是很不错的 先锅的是牌 先锅牌再出刹 嗯 拼了一下小的 这一只笔继续冲铸 顺掉进攻 给我直接那个追雨下过牌 听说没法连了一下 可以 哎 带牢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细节 一一一半二张 我给他讲一下 一半二张在开带牢的时候 我们要把装备丢了 丢了之后 他因为他会继续的继续的直见 继续的直见 甚至来说加一码你都可以扔 当然加一码不扔 因为有个威延 加一码不扔 你可以把你的距离扔了 然后这边二张可以继续的直见别过牌 但是当时我觉得可以 可以放一个篮板出去 可以放一个篮板 争取把这边威延打死吧 然后砍他 打他 争取把威延打死 只要他没放没放也 没事 没事 刚才没刚才中 那我继续给这边扔 把它扔出去 然后白银不能换 白银不能换 白银不能换 因为这边有个闪电的 白银不能扔 有了朋友说 你把白银扔了 你还能换鞋 对吧 这里还能给直见装备 白银不能 那边有个闪电在那 这边六张牌 反正前面给 比国家翻了一轮牌 我这里要吸鞋了 我说 因为当时小小针了 这里天下我也可以 可以 但是你听我 你还行吧 给我补了点牌 我再叉叉 冰凉春段 一个蓝蛮 小小你这个时候 就别用桃来弹过来 好亏到这儿 好亏好亏 你就 你就 你就如果有杀你就出 不要掉血了 不要用桃来弹 弹死了怎么办 对吧 他想象 他没有 没有很多天下牌 可能大概都是 都是桃 他刚才认了很多好牌的 有万剑也认了 什么东西也认了 我没有好牌 那你为什么会 桃来弹我 我这闪电被劈死了 还怎么办 我时候没有逃 比如说现在最差的情况下 闪电劈我 我时候没有桃就被雷死了 你也没有桃 对不对 所以说 你刚刚桃的他 我是特别好 所以其实也可以去打 这边下火灯 把锦拆了 我杀锦啊 再把这些乐组 一个兵一个乐 再扔对牌给这边的 我这里有点 我这里还是留的是 沙翔啊 我怕都万一天 都已经把我搞死了 就晃中 其实我这路牌好像能打上 都打死了 好像是不是 还可以打死他 我打他有点刚烈 打未严是良心 我一个火攻将杀 但是少的时候是有牌的 行吧 打谁都可以 这样就赢了 那这局给大家做视频的主要原因就是 首先不要盲目的开团 对吧 不要看到一个小桥路顺 我们就出来打了 这是七 七二呢 也不要很快的就亮 让这边黄中卫妍帮你们打一波攻 比如说三个卫国 我们没有必要成将了 首先我自己个人比较白板 出来也没做不了什么事情 我们就把这边卫妍的冰啊乐啊给他解解 让他拼命啊 拼命去打一波 然后这边二张小桥呢 就剪剪剪一波牌 剪到乐不是属的一波牌 就配合虚抱打一波 就卫国 所以说黄中还是立下了哈马功了 对吧 一个九三很很关键 把这边潮拼核心的状态 直接压到一写而起 迟迟都回不了写 只要潮拼回不了写 这个大卫就很容易解决 我们就手上一直续的一张蓝蛮 很多朋友 很多朋友投稿给我的时候 他当他一个玩这个世界将 他放蓝蛮的时候 我就不太认同 我不太认同 世界将蓝蛮对你来讲 太重要太重要 这张牌太重要了 真的属实 太太重要 起手放蓝蛮真的好可惜啊 但我放蓝蛮 我如果我手上有这样蓝蛮 我放了 我就是丢了亲儿子这边心疼的 然后很多时候 他他会把这蓝蛮起手给我放了 我就好伤好伤 好亏好亏 不要想着 哎我放个蓝蛮 把几个胃给我打出来上 那是吧 我不我不是不考虑 我一般不这么考 我这里是一个离点向运 一般我在玩离点四 三倍四的时候 我是运营首量的 我有首量 之后有首量 先不用顺 先这里其实还是应该先挂白银 再开万键 对不对 还是应该先挂白银 再给我开万键 然后这边是个孙虞 那就是顺手亲呀 我肯定会去挂简一马 去顺这边的三号了 二号就不用顺了 二号被翻了嘛 嗯 而且我一个九杀家用火光 只有可能直接打死 然后他是被翻面的人呢 我就可以给他忘戏 没关系 给他忘 因为因为他是被翻了 行动不了这拨牌 你给他塞队排 所以待会儿我们三个个联动 把他打死这拨牌 都是国家的牌 所以你给他忘戏 没任何问题 这里还是应该先挂白银 再放了点 万一出现一个张角 还不太好 对不对 但是我们挂白银 那个张角就对吧 我就不屁你 然后我就去抄抄 不过万一没有队友 你是一个零点被雷击了 还是挺麻烦的 因为我棋手放这张万剑 不知道我怎么打 卡了回到 有白银就闪 这还是应该调一下我的白银马带 这为什么不调我 他没有闪也得调 真的得调 他没调大概都成了时候没闪 哇 现在这个胃炎真的是真的不应该亮降的 因为胃炎这边4号亮出来 这边按降5号和7号就开始看戏了 你不亮 5号和7号不尽全力出来干我们的 把你亮过鼠 一般的路人水平不够的 哎 三个鼠三个卫国看一会儿啊 那么打一打我我对吧 我就剪个漏 然后三个卫国如果强力点两个蓝马一刷配合翻面 来不齐了 就 所以说这里味颜真的不应该亮啊不知道为什么 这样的马带亮都没问题 这边拼没拼盐 哎 这里也没拼盐 不过还好 还给我补两张 火锅火锅能不打中很关键的 因为他们大概的手中还有还有桃 那边的曹平是他没去拆拆曙光的手牌了 他拆的是魏妍的这个嗯 嗯 那我这里可能要 我这里就不就不摸了 选择直接神术了 打一下那边是个珠片壁盒 七张牌的顺畜太子是还挺恐怖的 这就不摸了呀 直接要把这个重量一定要击杀他 在这轮 有两手准备 这里就不摸牌 第一手准备 你怎么国家在拖管也不知道是干什么 别拖管 要行伤的 而且我待会还决斗你 就是如果暗将救了这么一下 我继续两刀继续神术 我继续刚才神术了继续砍那刀 没砍死的话就决斗去决斗国家 把这个浪翻了 不能让他动 如果能打死行伤的话是最好的 打死之后呢 这张决斗我可能就不得了 我会去拍国家了 我就可能会去拍张决斗 如果没打死啊 就去拍国家 打死就算了 就不忘记啊 排球不给了 因为我的回合马上就结束了 马上就是就是马代的回合 有两张头露械 就别忘记啊 别忘记他们的回合都不忘记 我玩里点一般很少很少的忘记的 大家其实看我的直播看多了就是我 特别会去吐槽 这里为什么忘记呢 因为我觉得他不孝子张飞 但这儿忘记不太好还是不太好 应该有可能是个张飞 会出事了 我这里忘记的原因主要是 我只要没有闪了 我有点慌 因为马上这5号要动 顺畜要动 这一波排动出来很恐怖的 如果我们没找到足够的防徽牌 被打死了好伤好伤 所以我选择了忘记 但是其实忘记还是有点风险 他有可能是个张飞 有可能 看这么一道 这张冰浪春断还是挺关键的 嗯 放了个蓝蛮 但是这个蓝蛮 刚才桃圆吉一回上了血 又被蓝蛮打下去了 所以循玉其实可以有可以反馈一下 还好吧这忘记出来这桃 不然我白掉一个血好伤 孙策他也是5张牌 有可能按不住 这边5号还不动吗 5号怎么这么淡定 你不动可能要输的 所以你改了一下 哦有把山刀砍 还没砍中 决动 我给他出一套 结果他现在反馈危险解密 嗯 这里我今天他把这把山刀反馈一下吧 这把山刀很要命啊 山刀 大概率他拼点拼 你如果再掏出一张杀 山刀刮一下我们要死的 你看 刮 很难受很难受 而且我还要扛一刀 还有张杀 反馈手牌 哎接命了一下 哎呀这要死了 还有国家那边留个桃 这山刀没反馈好招中的 因为这里还是应该反馈山刀 如果因为他只能砍两刀出来 你把山刀反过来 他只能砍两刀 大概能扛住 你不要去反馈他手牌了 山刀刮两轮是两多平板 物顾都两点输出出来 因为我我招一刀会刮你 对吧你招一刀会挂我 会多两刀 这边徐玥 可能他 他是个高手吗 他知道排队里面要张蓝蛮 句话很疼 他挂着个吞响还不错 那这局呢我就给他讲一下 我玩理点 我这局理点向于那些 基本的一些事物和操作和打法 放个蓝蛮 一代了先不放啊 就不忘戏 一张牌都不给 记住一张都不给 我们不需要牌 我们需要的是 这一轮打死人之后呢 不给对手过多的牌 不反抗的机会 这里翻掉一个威延 这里我给他忘戏了 因为他是后次位行动的人 就这里 唉我想给他暂停一下 就是大家很多时候掌握不到理点 对吧 很多时候会问我 你在玩理点的时候 什么时候就要忘戏 什么我没有忘戏 这里为什么给这边 太直问 因为他是后次位行动 他如果我解决不了 这边离点 这边潮匹可以去解决 就不怕的 如果他是在前面的 如果是怎么二号三号之后 我对吧 大概我也不给他忘戏 因为他马上即将会行动 我也没有把握 在这边把他完成击杀 这火锅好像是也是后来刷到的一张火锅 卡那刀 然后再把五号翻掉 哦 这里其实桃还是不应该吃的 这无中甚友呢 其实可以不给我了 就是无中甚友可以不给我 可以给自己你自己找个状态什么的 我还是拆着手牌 他又去拆拆他的房 就因为我觉得大概五号已经要死了 五号巡运拼一下这边国家砍一刀 我在双神兽这个五号肯定是出局的时候 所以我猜的是呃为人的序报牌 哎有个雷沙没打中 没事啊 其他张傻 我张蓝蛮 我当时这张国物鞋 我不太不太想打 因为这张国物鞋有可能会来保闪电 甚至来说这张巡运没排的时候 我可能要给自己排 我怕自己被批中 所以说这张国物鞋并没有打 我特别怕巡运手上没有杀的其实 那把巡运打死挺麻烦的 他没有去我 我去我那边 那我就摸牌吧 打仗无限 因为巡运只有司马 只有一张牌 有可能是要闪电牌的牌 我自己被批死就马 就是惨了 那用张孙下戏打他 把这边威延压到一起 压到一起 这闪电批死 威延的概率高一点 本来听说两块挤了 无所谓 顺来了还不错 那顺的话 我可能会去顺他的八国枕 顺手牌还是顺手牌 也可以顺手牌 争取找张洛布斯手 或者桃圆把他摁住 或者找个桃圆给自己队友回个险什么的 稳一点 因为魏延有可能是一个黄中 也有可能是个张飞 如果两个队友都是一起的情况下 有可能会被打翻到 不要觉得游戏就赢了 很多时候 这个房子里面朋友会告诉我 这就稳了 稳了 总会说一个字稳 哪儿就稳了 哪里就赢了 很多会出现意外状况 比如说突然队友掉线 或者突然亮出一个比较难控制的 中联闭合的一个神抽的一个武将 比如说张飞 比如说黄中 中联闭合 早上提出连环一个九霞 直接就吹平了 直接就打死 就被翻了 他来打我打了微笑 我说你别打我 别刷牌现在 我不要刷牌 因为你不打我 这边循玉驱虎一刀 我这里双神树 灌石 砍场到魏延就死了 而现在循玉有没有取空间 我直接选择神树 就不怕闪电了 循玉上轮没有摸到 没有摸到那个闪电盘盘盘盘 我也不认为他这轮能摸到 所以我靠自己的 靠自己去解决了 别别别 别靠闪电 别靠闪电 闪电很容易 而且我主要主要 我选当时神树的主要原因 是我自己掉血了 如果我是三血的情况下 我是不会去神树的 我就可能还是用闪电去让他过一轮 我然后我通过我的循玉去摸了牌 我觉得掉的 我自己掉的良心 这再不咋把维研打死 慢的很危险的 因为如果我循玉的牌这样比较差 这边亮出个谁是谁 死亡没有逃 一波可能会被吹平 好吧 这期的视频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嗯 这今天的我自己三局的路向还是很一般 其实回国图来看的话还是买一般的 就赢的比较自然 只要你不出现很大的问题 就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就是 呃 这局理点我的细节 就是我的取舍和我的排序 然后上局玩了个瞬间 就是瞬间是个失路局 然后那边的注量呢 也相会给一些小细节 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 好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